我先問你們 你們今天才知道這個事情的 請舉手 今天才知道 現場居民紛紛舉手表示 對一位在達遠鄉南田村 即將在12月27號清晨6點 晉升太空科技公司 將發射鎖媒太空探測火箭的事情 都表達不知情 也令在地居民相當錯愕及氣憤 原先以為只是養殖廠開發 沒想到還包括太空探測火箭 是射場的基地 問那個民眾的嗎 喔 要做就做 那我們是什麼 我們是國民 就化民國的國民耶 我們不知道那個是養蝦的 怎麼會變成做成那個底座都有了 它的取得可不合法 今天在南田要開發一個太空產業 我說實在的 如果說對地方是好 我覺得贊成 但是對地方是好的時候 我覺得在之前要做之前 應該要表出你的喪意 不尊重不落 造成不落的恐慌與不安 有點像偷渡的方式來做這件事情 我認為是非常的不能得到諒解 台中縣政府已在今年8月跟11月 對養殖廠違反土地使用 進行開發過兩次 也要求停工 但是業者依然繼續施作 縣政府表示 如果任何改善 預計明年1月 就會交由檢查單位來偵辦 不過現在除了養殖業之外 又多了太空火箭試測廠 縣府表示 必須重新尋正常的程序來申請 土地在做任何的使用的時候 我們都是建議說業者 他都要尋正常的管道來申請 一些容許的項目 或者是甚至做土地的變更 所以基於我們土地管理的機關 我們還是請業者 要依照正常的程序來做申請 達人家南田村20號上午 召開部落會議 邀請太空科技公司參與 並公開對在地居民說明清楚 董事長陳彥神表示 為事先和在地居民溝通說明 表達歉意 也強調火箭發射是商業應用 不是軍事用途 火箭也決定安全又環保 也能帶動當地相關產業的發展 以這個發射衛星為主 不會有任何軍事的用途 那這種火箭是所謂的安全火箭 又是環保火箭 所以它不會有污染 然後它本身是不可能會有爆炸的情形 所以我們就把這種安全又環保的技術 把它引進到台灣來用 七上綠色的建築物證實就是火箭試射廠 科技公司原計畫在27號試射首枚火箭 但在20號的部落會議上 遭到居民一致的反對 表示尊重在地居民決定暫緩試射 在為取得部落統一之前 不會啟動火箭的試射計畫 原事新聞物證台東達人採訪報導